众长老闻言觉得言之有理 看来四长老门下的弟子 要受到极为严苛的惩罚了 神速兵唐新盈 五长老陈水月亦是这般认为 所有长老中 唯有四长老卢翼身色尤为平静 浑浊的毛子里流露出掌控全局的味道 而卢翼身后的八十九名弟子 皆是面色煞白 脸上邪蛮恐惧 眼神中透出了绝望和不甘 然而韩勇接下来所言 却是令唐新盈等人气愤不移 尤其是神速兵险些暴走当场 只见韩勇画风一转 神色一素 一副公正言明的模样 狼声开口 本执事乃圣门丹麦首席 亲封的戒律殿执事 故而 本执事就要做到绝对的公正 方才首席说 四长老门下八十九名弟子 不仅闯入功勋药园 还先动手打人 后又杀死宋红等一百三十六人 针对此言 本质是很不赞同 首先 八十九人的确进入了功勋药园的山谷 但却没有迈入药园一步 而只是在园外逗留而已 故而不能说是闯 既然不能视为闯 那便无罪 韩直氏 你简直就是强词夺理 谁不知道你是卢业的师弟 你这是赤裸裸的偏袒 包庇 韩勇 你真是不要脸 人在做天在看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陈水月出言复合神速兵 唐欣尹已是冷冰冰开口 韩直氏 你这是何意 难道你当着众人的面 凭着尊贵的灰色地带 歪曲事实吗 首席 您这样说属下 属下可是冤枉啊 请问首席 若我先门各长老门下弟子 只是进入其他长老管辖的药员外 学习一下 别人的培育灵药的知识 此做法不仅不过分 相反 恰恰符合了我圣门丹麦首席提出的 相互学习 取他人之长 补自己之短的教诲 难道不是吗 难道首席您的见地和功勋长老 五长老一样 也会把这种虚心求教的行为 视为闯吗 好 即便你们认为 四长老门下弟子 是前来惹是生非的 但他们并未迈入药员一步 那就不能说是闯 相反 功勋长老门下弟子们 却言辞激怒 想赶走四长老门下弟子 这才引起了争端 韩勇嘲讽地飘了眼神速兵陈水月 即二朝唐欣赢保全功勋 你无耻 你这是颠倒是非 功勋长老 您说殿下颠倒是非 您可有证据来证明 要我看 是您管理门下弟子乌方 别人还未走进你的要员 你的弟子便开始赶人 归根结底 是你的弟子导致了暴乱的局面 造成了一百三十六人死亡 您曾经还是内门丹麦首席呢 属下本以为 您在内门丹麦做了这么多年首席 应该御帝有方才是 而结果 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啊 你 你 你什么你 哦 当然 既然您门下弟子死了这么多人 属下理解您的悲伤 但您也不能诋毁属下 说到底 还是您门下弟子学艺不经 而四长老门下弟子随便一出手 就把您门下弟子杀了 您这个功勋长老能力不行 又无法培养出实力强大的弟子 您的责任最大 试问 我先门丹麦把弟子交给您 却因为您的无能 导致他们实力低威 最终被人随意出手便死亡 您应该好好反省才是啊 神祖兵文言气得浑身发到怒火攻心 扑得一声吐出一口血来 他万万没想到 韩勇竟是如此善变能言 硬是把黑的说成了白的 韩勇 够了 本首席承认 也知道 你很能根据尊规辩论 但毕竟功勋长老门下死了这么多人 你别告诉本首席 你的处理结果 就是所有的错都在功勋长老 和他门下弟子身上 你若执意如此处理此事 本首席不介意先斩后奏 先杀了你 再告诉你圣门丹麦首席师傅 你这种不作为 根据尊规灰色地带 而巧言辩论的无耻行为 眼见唐心盈对自己动了杀心 韩勇却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属下只是阐述事实而已 首席凭什么杀属下 若您不记得的话 属下可以提醒您一下 自属下上任期 圣门丹麦首席便说过 我的命只有他老人家能决定胜死 谁敢对我私自动刑 一律杀无赦 唐首席 您若想杀我 您不妨动手试试 好 你赢了 本首席的确不能杀你 唐心盈怒急烦笑 他嘴上虽然这般说 实则已按下决心 今后一定要将之暗暗诛杀 首席 您莫及 这并非属下处理的结果 既然四长老门下八十九名弟子 参与了暴乱 属下的最终裁决是 有功勋长老门下八十九名弟子 与他们对决 当然 生死不论 四长老 您意下如何 韩勇朝着圣券在握模样的卢椅抱了抱拳 好 本长老赞同 共勋长老 毕竟我们下弟子杀了你的人 这样吧 为了给你泄恨 你可在你门下三千八百多名弟子中任选八十九个来与我们下弟子一战 若你们下弟子能杀了我们下弟子 我绝无怨言 只希望此事能化解我们之间的不快呀 沈素兵探出一根玉纸 怒指韩勇如意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 狼狈为奸 你们这是欺负我门下无人 狼狈为奸 沈素兵 本长老就是欺负你门下无人 你又能如何 卢翼 你别欺人太甚 共勋长老 弟子要战 弟子要将残杀我同门的人 统统灭绝 沈素兵尚未开口反驳 一道充斥杀意的声音 便震撤仙谷之间